一架无人机朝着美国的军事基地飞去 它炸毁了一座兵营 三名睡梦中的士兵当场死亡 另外还有34名士兵受伤 为什么美军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他们自己的解释是 当时关闭了防空系统 因为那个时间段 是美国无人机返回基地的时间 为了避免将自己的无人机误认为敌方无人机 所以他们关闭了防空系统 而正在此时 一架伊朗的无人机趁机溜了进来 袭击了基地内的22号兵营 我们不知道是哪种无人机袭击了美军 总之这种无人机似乎非常厉害 目前可以猜测的有四种型号 第一种就是大名鼎鼎的沙西的无人机 它曾在俄乌战场上大显神威 摧毁了乌克兰大量的电力和供水系统 它造价低廉 飞行缓慢 每次飞行时都会在空中发出摩托车的轰鸣声 因此被乌克兰亲切地称为飞天小摩托 这架无人机可以从卡车上发射 采用火箭助推的方式在空中飞行 等飞行稳定后再由二重乘发动机驱动 由于它们是集群无人机 所以会一次发射五架或者十架 从而来压倒敌方的防空系统 无人机携带有50公斤的弹头 当它们到达目标时 所有无人机将以集群的方式俯冲袭击来摧毁目标 给敌人造成巨大的震慑 但是无人机使用的是民用GPS导航 所以在战场上很容易受到电子信号的干扰 大多会因制导失灵而无法攻击目标 第二种无人机是著名的阿拉12型无人机 它也需要火箭助推起飞 在无人机的后部有一个螺旋桨 通常会配备一台550马力的引擎 它的航程大约为2000公里 第三种是伊斯兰底抗卡米卡兹无人机 它的底部装有火箭助推起飞装置 在发射后会将无人机推送到合适的高度 然后再将助推器卸下 依靠螺旋桨引擎飞行剩余的路程 第四种是车载无人机 这是一种喷气动力的无人机 可以飞行大约1000公里的距离 与其他无人机一样 它也采用火箭助推起飞 然后将多余的重量抛出 最有意思的是 这种无人机可以携带一枚Mark-82通用炸弹 它是一颗重500磅的非制导低阻力炸弹 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